短線一點,譬如今日期結,明天基金貴結 你覺得這兩天恆指可能會上升到什麼水平? 太短線的意義不是太大 我覺得如果只看短線,可能純粹看一些技術指標的作用會比較高 譬如下面看21,200會有些支持 上面是22,400,225 因為在2月底至3月中那一段就大跌 接著3月中之後就有個比較大型的反彈 這個多月其實波幅是相當大的 經過這麼劇烈的震盪,這麼大波幅的行程之後 我覺得港股在短期來說,會進入一個所謂的修正期 修正期一般而言,通常的波幅就會明顯是縮窄 成交來説也會慢慢修煉 不會像之前那樣,可能單日說一會二、三千億那樣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短線來説 都預了那個港股是波幅為主 上面都是22,400左右 會是預了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敵礙 敵礙 ils 好像